当初是到北京干什么工作来的? 我在北京为主席当兵。 哦,您是那个兵人行吗? 对,专业的。 哦,专业人民银行。 哦,到人民银行了? 对,您给过去的领袖在身边都当警卫嘛。 孩子住了。 哦,那边孩子住了? 嗯。 这儿又给您的银行? 嗯,对。 那真不错。 嗯。 一直在北京? 一直在北京? 一直在北京。 您是哪个人啊? 以前? 河北的。 河北什么地方呢? 职家庄的。 职家庄的? 嗯,对,专业的。 哦。 专业人民银行。 哦,到人民银行了? 对。 真不错您这个。 当兵转到银行。 这都是人民银行的房子。 人民银行宿舍吧? 宿舍。 在银行里做什么呀您? 做老干部工作。 哦,老干部工作。 嗯。 这工作不错。 对。 给老干部服务啊? 对。 是。 那您能从当兵转到银行这是一个好差事? 嗯。 是吧? 嗯,对。 孩子是几个? 两个房子。 两个。 两个孩子都结婚了吧? 结婚了。 嗯。 有一个在外交部间那住的? 嗯,对。 另外一个跟您这住的? 没有。 他自己住。 自己有房子吗? 自己有房子。 这儿是平房吗? 这儿都是平房。 这个院。 您现在住的是平房? 四个院。 住几间? 这四间吗? 四间呢? 嗯。 多大呀? 这都小。 平房都小。 面积都十一二平米。 哦。 那也四十多。 嗯。 那您这也很厉害。 嗯。 是吧? 挺幸福的您这个。 幸福。 是吧? 多幸福啊? 真老伴吧? 老伴。 老伴。 嗯。 您这个房子还高? 是吧? 三万。 比普通人高。 您也得三万了。 也差不多。 差不多吧。 因为您的银行要当兵转业。 功名也长。 您几年高的时候? 七十四。 七十四。 你看您当兵的身体就好。 是吧? 打个人溜弯去了。 当个兵身体就好。 对。 老家还有人吗? 嗯。 父母没有了。 就女姐妹。 女姐妹都在了。 北京。 您等于是一上班一当兵就在北京。 对。 北京我也不去。 所以您就了解北京的情况。 觉得北京几年变化大吗? 北京变化太大了。 太大了吧。 我来的时候是二号县地银刚修完。 刚修完。 嗯。 对啊。 那您等于在北京也待了几个五十年了吧。 算六五年到了。 六五年来吧。 哎呦。 那您这已经差不多就算是完全是北京人了。 也不算吧。 不是老婆。 除了您这个乡阴未改, 但是您已经适应北京生活了。 北京城区郊区我比较熟悉。 因为我们是卫主区。 卫主区哪都去。 我们哪都去。 所以都了解。 了解。 大家小院长领到独地是吧。 哦。 工工厂和重要厂都知道。 都知道。 你干的工具。 因为过去的领袖在身边都干警卫。 那您干的不错啊? 是吧。 不错。 您这院是一个打死的院。 打死的院。 过去都是人民的创长住的。 哦。 他们接收过来的。 是。 是。 在这边是四五个院。 四五个院。 是。 是。 现在是创长的创库。 现在他们都不创库。 呃。 现在都创床好。 都是别的创库。 您这一天没有银行吗? 这一天。 是。 是。 然后。 这远了。 这点往前是银行街。 银行街吗? 对。 那会儿它那个。 中央旅行是他们的使馆了。 这边都是他们的银行。 对对对。 这边金融街那边使馆。 所以呢。 接收都是银行接收。 住出来也都安排这边了。 对对对。 是吧。 这这院能开一下。 可以。 真好。 您这住这院。 年轻的时候呢。 在北京卫戍区当兵。 由于表现优异呢。 就在领导身边。 呃。 当警卫员。 现如今呢。 在西郊民县。 有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四合院。 呃。 日子呢。 过得非常的。 潇洒。 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吃苦。 老来呢。 才有可能。 过上安逸的日子。 您有什么感悟。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 感谢您的点赞。 关注。 下一期。 再见吧。